第1207集,大手笔 是你? 梁红梅打开门的时候发现是莫小瑜,惊问道 因为现在李源日已经联系不上了 他认定这件事肯定和莫小瑜脱不开关系 他又上门了,想干什么呢? 没想到啊,怎么不让我进去啊? 莫小瑜微笑道 梁红梅急忙闪到一边 把莫小瑜让进了家里 这里不是莫小瑜第一次来 看上去也没什么变化 莫小瑜也没客气 直接走到客厅里坐了下来 李源日在哪啊? 莫小瑜猛然问道 啊,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联系不上他了 梁红梅心里一颤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不信啊 他是你的情夫 你会不知道他在哪儿? 莫小瑜脸色不大好看 我,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天打我雷红 真的,我发誓 梁红梅见莫小瑜生气了 立刻指天发誓道 我告诉你吧 李源日带走了一个女人 那是我女人 现在生死不明 下落不明 你说我该怎么办 梁红梅 要不你给我出个主意 莫小瑜不嫌不淡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早上还打过他的电话 但是已经关机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梁红梅急忙解释 李源日这个人啊 不同于其他人 他除了你 不认识其他人 所以 我觉得他一定还会联系你 你呢 最好放聪明点 你要知道 现在掌握你性命的 不是他 是我 你不想事故无存吧 莫小瑜威胁道 我知道 如果他联系我 我一定会及时地告诉你 一定 梁红梅因为紧张 脸色红润 莫小瑜向他招招手 示意他过去 梁红梅犹豫了一下 没敢坚持 他在人前是一个非常跋扈的人 不要说在商场上了 就算是在东北的官场上 也少有人敢不给他面子 但是现在却被这个小年轻 玩弄于鼓掌之中 当走到莫小瑜身边时 莫小瑜伸手抓住了他的小手 大热的天 冰凉一片 莫小瑜稍微一用力 他知道莫小瑜的意思 只是还不确定 那自己既然能够包养李源日 那再多一个男人 他也不在乎 何况还是个小年轻呢 他顺着莫小瑜手上的力道 慢慢地坐到了莫小瑜的腿上 看起来很暧昧的姿势 而且还挺甜蜜的样子 可是他却如坐针毡 既不敢将自己全身的重量 都放到对方腿上 也不能站起来一走了之 就跟蹲马步一样难受 不一会儿 梁红梅的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了 哎 银康婷开出合作条件了 你可以拒绝 也可以答应 反正这个合作呢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是你们的事 但是 他要你引荐 乔部长 不知道能不能啊 莫小瑜说道 啊 什么 梁红梅没听明白问道 她不是没听明白 而是没怎么听 她全身的注意力 都放在自个儿的身上了 宁康宁的公司遇到了麻烦 你们现在谈的这块地 它可以出让一半的利润 或者是 你们出一半的钱购买 但是 只能是你自己买 或者是干净的公司买 不能和日本人搅和在一起 他们不想在自己的头上买雷 莫小瑜说道 那他直接和我说 合作开发不就完了 还整这些没用的 我哪有钱 一下子吃下这块地啊 梁红梅皱眉说道 莫小瑜的腿动了一下 梁红梅没提防 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这下彻底的跌进了 莫小瑜的怀里 她的手更加不老实了 但是梁红梅依旧装得像是一个正经人 脸色飞红 可是却极力压制着自己的呼吸 尽量想得正常一点 啊 你看清楚就好 乔部长那里 你还能说上话吗 莫小瑜问道 我可以试试 但是我不敢保证 毕竟 谁在查汉顶集团 我也不知道 林康宁这次下的手笔很大 无论是一般的利润 还是一般的土地价格 这都是一笔巨额资金 你好好想想 尽快给我个答复 莫小瑜拍了拍她的屁股 示意她站起来 要不然自己也没法起身呢 这个动作让她有些失望 她还以为下一步叫成就好事了呢 但是没想到她居然不动心 只是在折磨自己 而用这种方式折磨一个女人 实在是太可恶了 让她失去尊严的同时 还什么都得不到 记忆的碎片 一片片拼接起来 躺在大床上的池田之鹰 终于想起来自己经历的一切 但是这种回忆 依然是停留在莫小瑜 向她的嘴里灌了一杯水的时候 接下来的一切 自己就再也不记得了 再看看自己所在的地方 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大床 陌生的自己 再加上裸露的自己 满地的衣服 这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 她起身下床 可是一只脚刚刚着地 就感觉到两股之间 钻心的疼痛啊 就好像是被野猪拱过一样 休息了好一会儿 这才挪布到了洗手间 宽大的镜子里 自己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 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 经历了怎样的折磨 可想而知 但是自己却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毫无疑问 除了莫小瑜 还有谁敢对自己这样 自己的手下去了哪里 一个人也没有 池田之鹰大叫一声 一拳砸向玻璃镜子 镜子瞬间破碎 但她的手也被扎破了 莫小瑜 我非杀了你不可 你这个大混蛋 混蛋 池田之鹰在北郊的别墅里 是狂喊道 此时莫小瑜刚刚走出了 梁红梅的别墅 迎面的风一吹 不禁打了个喷嚏 站在门口的梁红梅 没想要说一句留下她的话 但是最终 还是没说出口